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革命经历了血雨腥风的28年 28年中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 几度沉浮 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这期间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任务 他们为了党 为了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抛头颅 洒热血 宁死不屈 视死如归 共同为我们汇救了一幅 壮美如虹 大气磅礴的历史画卷 对于这些英雄 历史永远铭记 人民不会忘记 他们永远都是一座座不朽的封碑 永远的封碑 新中国英雄人物故事 今天介绍的英雄人物是 无幻仙 赤胆中心 英勇善战的红军英雄 无幻仙 赤胆中心 英勇善战的红军英雄 无幻仙 河南省信仰是新线人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 指挥若定 1928年 恶与晚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处于地朝期 深秋的一个夜晚 党代表吴焕仙 和三十多名赤卫队员 北一营国民党 和民团武装围困 三天来 无幻仙和战士们 除了就地弄点野菜 野果之外 别的什么吃的也没有 处境相当艰难 敌人戒备森严 要突围出去不容易 他要想方设法 保存这只革命力量 他果断地 对请示命名的 吴仙恩同志说 我们在这里饿肚子 目的是麻痹敌人 创造突围的条件 可是不吃东西不行啊 连罪状的战士 都顶不住了 吴仙恩着急地 插了一句 黄昏的时候 敌人还不来 攻山的话 我们再组织人 去采些野果 吴焕仙 神色凝重 绝目望向远方说 派出去侦察的同志 今晚该回来了 我们要等待最佳时机 天黑了 山下一片静静 吴仙恩 遵照吴焕仙同志的指示 带上一小队 去采集野果 小队员菜斗子的活泼劲 又上来了 唱起了党代表 教的歌谣 深山密林 是我房 野果野菜 是我良 不怕艰难和困苦 坚决奋斗 不投降 歌声突然停止了 可好了 这儿有一块红薯地 小菜斗子兴奋地叫了一声 饥饿使年少的她 忘掉了纪律 不自觉地 用她那两只小手 没命地扒了起来 不许动 暂时 牛挺力 坚决地制止了她 这句话 恢复了小菜斗子的理智 她朝牛挺力 做了个鬼脸 不好意思地 粘了起来 除小菜斗子外 大家都知道 这块红薯地 是党代表 吴焕仙最早发现的 那天刚来到山上 她去周围 看地形的时候 就已经瞧见了 虽然没吃的 但她从没挖过 一个红薯 还教育战士们 要爱惜老百姓的财产 石之深秋 山里的野果 已剩不多 这次 他们也没有踩到多少 晚上 派出去侦察的人 回来后 弄清了敌人虚实 吴焕仙 决定 帅步突围 她把大家叫到一块 说道 现在 我允许每人 去扒两块红薯吃 大家听了一愣 正要说话 吴焕仙又说 去吧 吃饱了才有劲突围 才能保存革命的火种 百姓的损失 我有办法补偿 战士们 按照命令 扒了两块红薯 吃了下去 浑身有了力气 成功地突围下山了 三个月以后的 一个深夜 吴贤恩 带着这支部队 又来到了 突围的那座山下 王家大湾 静村一看 家家户户都紧紧关着大门 正在他们着急的时候 村西走来一位老人 硬要拉战士们 住到家里 一进门 老人就轻轻热热地 招呼战士们坐下 他烧水端茶地 忙乱了好大一阵子 这才得闲 落起了家常 红军同志 我告诉你们 一桩稀罕的事 三个月前 有一天 天麻麻亮的时候 不知从哪里 来了一队红军 到了我们这西山上 就不走了 白军从四面八方赶来 把这座大山包围的水泄不通 原来这位老人 在山上有一块红薯地 他老惦念着红军 会把它吃光 过了几天 红军战士们突围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 老人操起一把锄头 急忙忙就上了山 心想赶快把红薯刨回家 藏起来好过冬 兵荒马乱的年月 把好吃的东西放在山上 总叫人放心不下 上山一看 红薯少了一大片 老人想 准是让红军给扒吃了 谁想 刨开一棵红薯后 出现了一个白布包 这是咋回事 老人打开一看 里面包着五块大羊 他连忙拍了拍布上的图 布上写着两行字 亲爱的老乡 亲爱的老乡 我们是红军 因为要同白军作战 吃了您的红薯 随附大羊五元 请收 这是做梦吧 可低头一看 却是光闪闪的五块大羊 共产党呀共产党 你们真是天底下 头一号的好人哪 老人高兴的连红薯也顾不上袍了 揣起小包包 急忙下了山 恨不得一步就走到家 赶快把这桩离奇的事 告诉东霖西社 告诉全村的人 老人瞪了瞪布满血丝的眼睛 拍了拍吴仙恩的肩膀 问道 同志 你知道这伙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真想亲眼看看他们 还是小菜斗子的嘴快 他早就憋不住了 几次想打断老人的话 都被制止住了 还没等吴仙恩说话 他就抢过了话头 看吧 他们都在听你老人家讲故事呢 老人家豁地站了起来 紧紧地握着战士们的双手 挨个地打量着他们 而战士们 也一动不动地 凝视着老人家 那两只饱含着泪水的眼睛 耳边又响起了党代表 吴幻仙的话 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 要爱护老百姓的 一草一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